大家好 我是全台灣最終世紀本面的老師 何積鼎 居底老師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事件持續發酵 稻窮期貨指數開盤大跌了500點左右 導致今天台股是開低走低持續的往下 灌破了18000點的一個整數關卡 所幸盤中低階買盤進場佈局跌幅收斂 盤後收盤是下跌了252點 成交量放大到3370而已 那我們可以看到盤面上電子類股 台積電 聯電 利基電 持續的往下破底 資金出現了一個大挪移 電子類股轉往傳產類股 傳產類股的部分 航運鋼鐵這一波是長真的還是長假的呢 電子類股還有機會嗎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在開始之前呢一樣按照慣例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給大家的盤前盤後資訊 來盤前資訊的部分 早上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有分成什麼國際股市寫在這邊 大盤解析我都有寫在這邊 那最後呢我還會有 每一天都會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摘檢 就是如果你不想看那麼多字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最後一句 就是有這個指標的這一句 有沒有台股就是會震盪走高 任何的利空啊 可能都是絕佳的買點 那如果你有仔細看一下 我這邊盤中寫給大家文字的話 你會發現哦 我真的自己都佩服我自己怎麼那麼的神啊 你看一下今天我說什麼 台股開盤難免受到國際情勢的影響 開盤可能會有100點以上的跌幅 盤中向上拉的機率很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開盤開低100點以上的跌幅 盤中這邊就是中間一半吧 對不起哦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可以說是中間的一半吧 這邊來這邊電腦有點怪怪的 這邊是不是中間的一半 我是不是說盤中會怎樣 向上拉高盤中向上拉高 有沒有看到盤中就開始向上拉高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今天的台股啊其實啊 下跌之後往上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下影線 甚至都有可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進場機會 再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除了大盤的分析之外 我早上的盤前資訊啊 還有給大家看一些熱門的類股的部分 熱門的類股的部分呢 早上我跟大家講漢宇博嘛 漢宇博的部分今天啊還有公佈一些就是營收的訊息 營收表現得不錯 但是呢因為他過去的股價都是比較震盪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 營收獲利不錯 但是不要急著進場 我說我建議你以什麼 中長期的角度去投資啊 所以你會發現今天的漢宇博 5469的漢宇博 漢宇博的部分 來 來漢宇博的部分呢 你看一下只有小漲而已 對不對 但是其實今天表現算是不錯了啦 因為呢大盤是跌得蠻慘的 今天漢宇博還能維持在相對高點 其實如果你手上有這檔股票的話 我建議啊還是持續爆了就好 這是表現相對的強勢 另外呢我也跟大家講說群創友達彩晶啊 我覺得震盪向上漲的機率比較高啦 那只是說如果說你手上啊 如果說有沒有任何 你覺得更好的標的的話 我建議什麼 沒有更好的標的就建議續爆吧 因為其實你面板類股 他從去年4到7月份那一波大漲完之後 因為籌碼是比較凌亂 我一直跟大家講過 我在節目啊其實講過好多次了 因為面板類股的部分啊 因為籌碼比較凌亂 籌碼比較凌亂的話 其實啊他要震盪才會走高 所以你不用太急著進場去做追價 另外呢我也跟大家講什麼 像宏康的部分3587的部分 那我認為啊他短線上啊還是蠻有機會 可以就是持續的留意 我們可以看到3587的部分 3587的部分 因為整體來看喔 我們可以看到他整體來講 在這邊 在這邊底部是滿滿的 一步一步的向上墊高 今天呢即使受到大盤的影響 他開高之後往下殺 殺完之後你會發現他還是站在季線跟月線之上 整體的表現還是相當不錯的 那早上呢我也會給大家什麼 一些畫圖嘛 如果你真的不想看文字的話 其實畫圖也是可以就是可以了解一下 現在國際的情勢 因為昨天呢美股沒有開盤 所以昨天的話我只有應該說今天早上 昨天美股沒有開盤 今天早上呢我就只有給大家畫一個 道瓊期貨指數的走勢 我認為啊道瓊期貨指數已經進入了超賣區 進入超賣區之後 而且你會發現這邊的跌幅是不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的話 而且呢並沒有跌破什麼 前波的低一點 所以呢我認為啊 道瓊指數這幾天是滿有機會向上拉回的 所以我給大家盤前資訊真的非常重要 還沒加入的朋友們可以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AGUN的群組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的話 你可以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TAGUN的部分你直接打GD1788就好了 另外啊其實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老師可能盤前盤中給大家 不管你是LINE啊TAGUN啊或者是臉書啊 他給你們資訊完全都一樣 但是呢坦白說我給大家的LINE的訊息啊 是不太一樣的喔 我每天都會有給大家一個LINE的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這就是LINE的訊息 你可以從LINE的訊息就是加入這個LINE之後呢 你可以專屬得到我給大家的盤後訊息 來我們可以看到盤後訊息的部分 來昨天我有跟大家講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俄羅斯跟烏克蘭會戰爭 不敢買股票你可以去找一檔股票 不管打或不打都有機會受惠的 那一檔股票它叫做光陽科 你看一下昨天跟大家講的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呢兩邊打起來的話 黃金金價很有機會會持續的向上漲 金價持續向上漲的話 光陽科它本身有沒有 我這邊有寫做什麼貴金屬回收的 手上的黃金庫存就會受惠 所以如果打起來的話呢 它就是相關的受惠類股 那如果不打的話呢 其實光陽科它的金屬啊除了回收之外 它有做一些半導體上游的一些就是把財的一個部分 它的把財的部分也打入了什麼台積電 我這邊也寫得很清楚有沒有 打入了台積電 而且占它整體的營收比重是越來越高 所以打或不打都受惠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光陽科有沒有 昨天我在LINE群組上面直接就寫給大家的光陽科 今天看一下啊 它今天可以說是啊 萬綠從中一點紅啊 光陽科的部分 來今天有沒有逆勢收高 開盤下跌馬上就收上來了 對不對 而且呢這走勢是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看到 它是站穩了所有的季線跟月線 應該站在所有均線之上 而且突破了什麼 它之前的壓力線是在哪裡 大概是在52塊附近 52塊附近突破之後 如果今天呢不為大盤的下跌繼續向上走高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呢 它還蠻有機會挑戰這邊的高點的 但是過去它的股性也是稍微差一點點 所以這幾天如果有震盪的話 大家可以再考慮 看要不要先把這個光陽科 放到你自己的口袋名單 如果說震盪不跌呢 欸就可以考慮就是在最適當的時機進場去買進 所以呢你看一下 另外呢我找應該說昨天的收盤 這是昨天的收盤有沒有 昨天的收盤喔 昨天的收盤我也跟大家講 航運類股的佔比越來越高 所以我覺得航運類股啊 有機會重版榮耀 所以你現在如果手上還有 航運類股的話 比如說長榮、陽明、萬海 我也建議啊不用太急的出場 因為最近來講 資金有轉往航運類股的味道 航運類股呢佔大盤的比重 資金比重是越來越高 今天也在34、35 甚至30左右 30到35左右 所以我覺得航運類股是 越來越值得大家去做一個注意的 好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所以呢我給大家盤前資訊 還有盤後的資訊 包含在什麼 LINE跟TAGLE的群組部分 都建議大家加一下 另外我們給大家的一個 Youtube還有臉書的頻道 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的臉書頻道 還有Youtube的頻道 好來在開始的時候呢 來先跟大家講一下盤勢 最近盤勢其實不用我講了 我覺得你如果有在注意股票的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問題嘛 那講來講去好像每一台都變成 就是戰爭專家 我這邊就是不講戰爭了啦 因為其實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告訴大家 跟大家分享 要怎樣投資才會賺錢嘛 那重點是什麼 這個利空事件出來之後呢 對我們的股票 對金融市場有什麼影響呢 再來第一個影響 就是信心的問題 就是每天大概一下打 一下不打 一下不打 對不對 那所以呢就造成股票 跌漲跌漲跌漲 那很明顯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我給大盤下一個結論是什麼 震盪走高 所以呢大盤是不是就持續的震盪之後呢 慢慢又墊高 你覺得它要跌 它就不會跌 對不對 你覺得它要跌 你要賣出 它就漲起來 有沒有今天尾盤 是不是就拉高 收起來了 對不對 那今天呢雖然說是跌破了 18000點的整數關卡 但是尾盤有出量 向上拉回來 那就代表說 有低階的買盤出來了 這個利空的事件呢 慢慢已經反應快要完畢了 大家去思考一下 他去思考就是說 股票跟金融市場 說真的二和四打不打 跟股票到底有什麼關係 最主要還是投資人信心的關係 大家去思考一下 會很害怕 戰爭的投資人 可能都在今天的消息公布之後呢 已經賣出持股了 所以即使後續真的打起來了 我認為股市啊 繼續下跌的機率啊 也蠻低的 甚至啊 如果真的打起來 反而會向上漲啊 我坦白說會這樣子 那對國際金融市場 對整個盤面上呢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問題 到底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最重要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原物料嘛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歐洲的部分啊 歐洲它所需要的石油跟天然氣 有三成都來自於俄羅斯 有沒有 歐洲的石油29%是來自於俄羅斯 天然氣有23%是來自於俄羅斯 那你再加上的其他 比如說像俄羅斯跟烏克蘭 有什麼 很多的比如說像小麥啊 有沒有 烏克蘭的小麥排行什麼 出口排行全球第五 那俄羅斯呢 小麥是全球第一出口大國 那如果兩邊打起來 出口不就是會減少嗎 減少價格就會向上漲 價格向上漲呢 最近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要升息啊 因為物價向上漲 物價向上漲啊 所以要升息 所以升息的情況之下 資金慢慢的緊縮緊縮緊縮 那市場就缺乏資金的動能 股票就很難向上漲嘛 對不對 所以最近你會發現啊 因為升息啊 因為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的戰爭關係 升息的預期是越來越高 所以旁邊上啊 你會發現類股族群裡頭啊 科技類股走勢是比較弱的 我們從美國 從台灣都可以這樣子 發現這整體的狀況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是道琼指數 下面是納斯達克指數 你會發現道琼指數呢 就在哪裡 就是這樣子區間震盪 大幅度的區間震盪 可是呢 納斯達克指數 如果你把這一條線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跌破之後反彈無力就在這邊 那這一條線不就是所謂的壓力線嗎 這一條線就是所謂的壓力線嗎 也就是說 科技類股走勢比較弱 為什麼 因為過去來講啊 科技類股因為有市場的預期 市場覺得你很好很棒 iPhone 11 12一直出 你就覺得高科技產品很有題材很有想像空間 所以 所有的投資人啊 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比較喜歡投資什麼 科技類股 所以科技類股啊 其實漲幅已經過高了 漲幅過高的情況之下 他的殖利率相對來講 就比較低 所以如果升息升上的話 那相對來講科技類股就沒有價值嘛 沒有價值啊 所以你會發現 不管是美國 台灣 旁邊上呢 科技類股都走勢會比較弱 那其實很多老師都是專做科技類股 其實我認為啊 就是 旁邊上 搶什麼就做什麼吧 其實你也不用去分科技股還是什麼 就是傳產類股 其實就是說 旁邊上資金在哪裡啊 就是標股之所在 正所謂就是資金之所在 就是標股之所在 所以我們一定要 時時刻刻的了解 現在資金在哪裡 資金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有很多啊 基本面很好的公司啊 你會發現 他沒有資金的進駐啊 其實漲就是漲不起來 比如說呢 前一陣子啊 二二三三台積電嘛 大家都在講嘛 在這一段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在喊 解套 解套 大家很開心 很多老師都在喊 那一陣子啊 就是在一月的份的時候 這一波上漲 台積電從625一路向上漲 漲到675 方面上 除了台積電之外 就是金融股在漲 就這兩種類股在漲 很多老師就在喊 那我都會說 我沒有興趣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股票 沒有漲 就所謂同個類股族群 沒有同漲同跌 你看台積電後來 果然就往下跌了 我們看一下 在1月份的時候 台積電上漲的情況之下 聯電真的就沒有漲 我們可以看到 2303的聯電的部分 在1月份的時候有沒有 在1月份的時候 很多人很看好啊 那時候台積電一路向上漲 你會發現 聯電都漲不上去 所以你看他就一路破底 破到今天都還在破底 對不對 還有很多人之前就是 剛上市很看好 一路看好什麼利基電 你看一下 1月份 12月底1月份呢 台積電 在大漲的時候 利基電還持續的 一直在破底 破底 這就是同一個類股族群 沒有同漲同跌 對不起應該說 這個就是同一個類股族群 會同漲同跌 所以你會發現 台積電獨自上漲 利基電連電都沒漲 就被拖下來了 所以呢 如果說這一個漲是真的要發中 會整個族群全部向上漲 這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多頭走勢 又或者是最近啊 有很多老師在 喜歡這一檔叫做新興的部分 新興的話 確實他短線上來講 有持續向上墊高的味道 從這邊有沒有 一路向上墊高 但是呢 我對他還是沒有太有興趣 為什麼 其實我們之前做過一波了 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做過這一波 在這邊高點我們出掉了 出掉以後他果然向下跌 那時候我們出掉的理由就是 因為同一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 但是你如果發現沒有同漲的時候 就是有問題了 所以那個時候 新興向上漲 但是南電跟景碩都沒有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南電跟景碩的部分 新興持續向上漲 南電是不是沒有漲 對不對 已經跌破什麼 季線 而且季線彈起來呢 季線怎麼樣都上不去 而且季線開始向下彎了 再來看到景碩的部分呢 景碩是不是也是一樣 持續的往下彎 一路的往下跌 所以ABF宅板的族群呢 就是走弱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同一個類股族群要同漲同跌 那再來看到 乃至於最近有很多老師在講的什麼 強茂 強茂的部分最近這一根大漲 這一根 這一根大漲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 其實啊 感覺轉線上有突破的一項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沒興趣 為什麼沒興趣 因為強茂上漲呢 搭配我們同一個類股族群要同漲同跌嘛 二極體如果說強茂要上漲 蓬城也理論上應該要向上漲 但是你看一下蓬城根本就漲不起來 漲不起來啊 所以果然 蓬城漲不起來 你看一下今天的強茂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強茂 是不是就持續往下跌 上漲無力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蓬城漲不起來 還有什麼 二極體還有什麼 五四二五的台半的部分 是不是也持續往下跌 對不對 所以同一個類股族群 你要同漲同捷 一起去看待 還有最近其實還有一檔股票叫做光照 其實光照你如果從這邊去看的話 其實 以基本面跟技術面來看 都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一下 以技術面先來看一下 技術面 技術面在這邊 第一個底 第二個底 這邊還有拉一個長的下影線 而且還帶量代表低檔有人承接 這邊呢 又打一個底 連續三個底 都守得很穩 大概在95塊附近 有沒有 那如果你畫出一條趨勢線的話 大概就在這邊 有沒有 一底比一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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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就是多頭走勢嗎 而且呢 如果你要搭配去看一下什麼 搭配去看一下它的 就是基本面的部分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 光照的基本面的部分 來光照基本面 也表現得非常好 我們看看它光照的部分 光照的部分 基本面 來 我就說我最重視基本面 你看營收是持續的向上墊高 你不要看那麼久 看近三年好了 好不好 有沒有 看到營收是持續的向上墊高 看得出來吧 對不對 那獲利的部分呢 這一年 獲利也是持續向上 這一季 去年第二季 是因為它有業外收入 因為它自己跑去投資 跑去投資股票 結果賠錢 所以那業外收入 造成它賠錢 賠錢了之後呢 隔一季 你會發現 任列損失之後呢 EPS就回穩了 所以它基本面的部分 就是本業的部分 其實是一路的向上 而且呢 技術面表現得非常好 那我剛講了 底部一路一路的向上墊高 但是呢 你會發現到今天為止呢 欸 漲不起來 就漲起來 一點點就開始往下跌了 又跌破了100塊的整肅關卡 為什麼漲不上去 最主要我就跟大家講 同個類股族群要同漲同跌 最近來講呢 那個光照是做什麼的 半導體上游光照嘛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最近半導體上游很多類股 都漲不起來 比如說像星雲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做過星雲嗎 我們做過這一段 我們做的是這一段 你看漲上來之後 我們在這邊 100塊附近把它出掉 出掉之後 它果然一路往下跌 對不對 半導體上游嘛 對不對 好再來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三幅化的部分 三幅化是不是也漲不上去 也持續的 好像要往下跌喔 對不對 好 表現最強的是中砂 中砂的話你看那一根大漲之後 今天也是開始往下跌 所以同一個類股族群 一定要同漲同跌 這就是你要找股票 第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第二個什麼觀念 你找到股票之後 你還要能重壓佈局 你才會大賺 你沒有辦法重壓佈局 坦白說你根本賺不到錢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一檔好的股票 你不敢買 或者是 你買了以後 就只有買了 比如說買了10萬塊 買了一張 比如說你有100萬 你買了10萬塊 對不對 連漲4根漲停板 連漲4根漲停板 10萬塊漲4根不就是4萬而已 100萬之餘4萬 你用100萬 投資了10萬 賺4萬 你這樣子不也不就賺4%而已 那不要說 萬一你有這10萬 對不對 買了4根漲停板的 那你其他的90萬 會不會不小心買到有跌的股票 你這樣平衡下來實際上 還是賠的嘛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老師 帶會員都怎麼帶 一天給你2檔股票 一天給你3檔股票 每天都有股票 每天都不奇怪 我告訴大家也很重要的觀念 你每天都有2、3檔標股 其實啊 大家都可以做老師 每一個人都是老師 為什麼 因為你一天2檔 對不對 一個禮拜5天 對不對 一個禮拜就叫10檔 那一個月不就叫40檔嗎 40檔你還能找不到幾檔標股嗎 那我也真的I fool you了啦 好不好 所以你要投資股票 你一定要怎麼樣 火力全開要重壓布局 其實你看一下 我們重壓布局的名單啊 就跟著我剛跟大家講的 什麼類股漲的時候 我們就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持續的較勁 你有沒有看到 你第一波來講 你看一下 育創 育創那一波 我們為什麼做育創 元宇宙嘛 對不對 元宇宙你看一下那一波 元宇宙大漲 我們賺多少 122%叫了幾次 叫7次 叫7次是不是就重壓 我剛剛講你有100萬 對不對 你跟著我做 叫7次 叫7次你每次買10萬好不好 是不是也70萬 那你更別提 你每次買20萬 你都重壓了 對不對 那之後有什麼電子標籤的元太啊 還有什麼電池的立凱啊 也是一樣 叫了4次 你看一下我們賺了47% 而且呢 我們的育創立凱 都是扎扎實實 獲利了結 獲利放口袋囉 好再來呢 那星雲的部分呢 也一樣啊 我們也是扎扎實實 叫了幾次 我們叫了7次 賺了33% 星雲那一波有沒有 賺了33% 我們也是獲利了結出場了 那這一次呢 坦白說我們還沒出啊 昨天我就跟大家講 昨天大跌啊 昨天長榮航大跌了7-8% 我們也還沒出啊 今天 航運類股表現最強的 是不是只有一檔在漲 那一檔叫什麼名字 叫長榮航 大家可以看一下 長榮航其實我年前年後 持續幫大家推薦的 2月8號 有沒有那時候 有沒有就持續跟大家講了 2月9號也持續跟大家講了 到今天呢 昨天有一些 就是會員粉絲問我說 老師你看你的長榮航賠錢 我們沒有賠錢耶 我們主要的部位在30塊以下 我們大部位這條線你畫出來 好不好 我們大部位都在這邊以下 這邊以下才是我們的部位 漲到今天為止 即使是昨天跌了7-8% 我們還是賺錢 我們是獲利報勞啊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會發現 最強勢的是不是就是長榮航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看好長榮航 就是整個那個 國際旅遊的題材嘛 對不對 國際旅遊的題材啊 就帶動了長榮航 還有一些旅行業者都長起來了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長榮航 今天是表現最強 幾乎可以是要收起來 就有什麼 它有那個意圖 有那個企圖 要突破昨天的那根黑棒 那在華航的部分 就表現比較弱 你看一下 如果你跟著我做的話 沒錯 你過年前過年後 對不對 你看到我在介紹 航空類股的時候 不管是長榮航 華航你買哪一檔股票 坦白說啊 你都賺錢 但也許你自己不買啊 你不小心買到什麼 你不小心買到華航 結果你看 今天你就頭痛痛 對不對 好所以呢 你如果跟著我做的話 我們就會持續的佈局在哪裡 長榮航的部分 而且現在股票很難挑 你自己看一下盤面上 今天有幾檔股票在漲 今天沒有幾檔 我今天盤中在統計啊 對不對 上市規公司幾千檔股票 只有104檔股票在漲 那你說這個趨勢不是來真的嗎 就是來真的嘛 那你再搭配看一下 長榮今天有沒有看到 一個很長的一個下影線 長榮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代表什麼 在搭配資金的觀念 你看資金現在都在往哪裡 航運類股 所以航運類股還沒結束呢 還沒結束啊 那陽明的話也是有拉長下影線 萬海呢 雖然說下影線拉的不夠多 但是整體來看 長榮呢 因為他就是 一月營收再創歷史新高 表現上來講 基本面表現是最好的 所以長榮行表現是最佳的 既然航運類股呢 都有資金的進駐 那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講 昨天長榮行的下跌 你何必擔心呢 再加上呢你再看一下 排面上有很多旅行相關類股 比如說鳳凰啊 都還在漲 五幅都還維持在高檔 三富也是旅行社的業者 乃至於什麼 精華 酒店業者精華 也是一樣持續的向上漲 所以呢既然這些類股族群 都持續的還是維持高檔 甚至向上漲 那代表什麼意思 國際旅遊 這個題材還沒結束 這個題材還沒結束的話 資金就會持續往這邊走 資金往這邊走的話 它就有機會持續的向上漲 但是呢你會問我說 老師既然你都看好長榮行 我也知道你看好長榮行 那乾脆我就是自己買就好 這問題就是有一個重點 你自己買 我看過太多的狀況 你自己買 第一個問題 你抱得住嗎 昨天洗掉了 追高殺低洗掉了 結果還是賠錢 我們是獲利報勞 對不對 什麼時候加碼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要堅持 就是你自己買包得住嗎 什麼時候加碼你知道嗎 或者是什麼時候才是最佳的出場點 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要出場 什麼時候該獲利了結入貸為安 這幾個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一般人是比較難做到的 所以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會比較明確啦 好再來呢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要做就做最強的 其實最近航運類股 我還是建議要做的話 真的要做 我建議只看長榮行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我昨天也跟大家講過 以遊戲類股來講 上一波遊戲類股大漲 OMG跟橘子 橘子其實基本面表現比較好 但是他就是一馬當先 率先上漲的領頭羊 通常來講呢 對不起 OMG這邊呢 率先上漲的領頭羊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比較偏 比較強勢 跌都跌不太下來 那橘子呢就走勢 因為他基本面好 但是他走勢就是比較弱 所以呢要做就做 一馬當先的股票 好而且呢 然後我們也是在我們金字日報的選鼓比賽 也是持續講什麼 長榮行 長榮行連續兩週都持續的跟大家分享 我就是看好長榮行 好至於旁邊上還有哪些類股族群值得大家推薦呢 就是記憶體嘛 記憶體其實我們已經講很久了啦 其實我覺得旁邊上的主流很明確 很明確啊 就在哪裡 記憶體 航運 還有什麼伺服器 以記憶體來講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什麼 就是你看一下 華邦電 今天是不是拉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上次也是拉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有沒有底部一步一步的向上墊高 所以記憶體的多頭走勢還沒結束 再看到旺宏也是一樣拉了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但所有的記憶體來講呢 我最推薦的還是在哪裡 在群聯的部分 那群聯的部分我都是拿來送的啦 大家交個朋友嘛 對不對 這檔股票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其實就是我也是清代會員 比較需要就是長期投資的 比較能耐得住性質的 我就會叫他買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的話呢 因為他就是EPS很高 今年EPS 全年度的EPS至少會40塊以上 那本益比還是低嘛 那殖利率呢 又接近5%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震盪下跌 都是值得進場的一個好機會 那後續呢持續的看好 而且我們講好久的年前 有沒有看到1月26號年前 那時候450塊跟大家講了 對不對 年前450塊 450塊跟大家講了 再來年後2月8號 我們看到年後的部分 2月8號一樣450塊 年後之後呢 就持續的向上漲 我們可以看到 過年之後呢 他就是什麼 群年是不是就一路的向上漲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年前嘛 年後就是一路向上漲 從450 漲到今天即使是下跌 450也漲到513了 450萬是不是就變成513萬了 你如果敢跟著我一起重壓布局這檔股票 450萬 短短一兩週的時間 幫你就賺到60幾萬了 對不對 這就是記憶體慢慢向上漲的力量 好再來呢 我看到盤面上我剛剛跟大家講 除了航運 航運我們就是看長中航嘛 對不對 記憶體如果你要中長期布局呢 我建議就是群聯啊 短線上來講就是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比如說像金豪科啊 或者是預創啊 或點序這些比較活潑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 記憶體因為它比較震盪啊 我建議不要做一些 比較中長期的布局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至於伺服器啊 伺服器我認為是持續的一個 值得大家關注的 以PCB來講的話有脖子 脖子還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來自於到哪裡 延伸到比如說像正文的部分 就是網通設備廠 你要伺服器要快 你網通設備當然也要跟著快 所以呢正文的部分 即使到今天下跌呢 它還是維持在一個相對的高點 那至於這樣子的話呢 你會發現很多股票都相對在高檔 其實啊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伺服器相關類股 我好久以前就是在11月的時候呢 我就跟大家講 我很久沒有蓋牌了 這檔股票真的很有把握 為什麼呢 因為它基本面很好 又是伺服器相關類股 那就是什麼 台灣之光的部分 台灣之光呢 因為我為什麼不想一直畫圖 一直把圖PO出來 人家都知道 我是在做哪檔股票了 好不好 到今天呢 是收紅上漲的今天台股 大跌吧 今天盤中甚至是一度跌 超過了350點左右吧 對不對 告訴大家台灣之光 完全沒什麼跌 到今天為止 還是這邊震盪震盪 我最喜歡這種震盪盤 我不是有跟大家分享過 投資股票就是要重壓才會大賺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安全的重壓 也就是說你就是一筆一筆一筆的資金買 買進之後 五天不跌繼續買 十天不跌繼續買 一路買下去 你看一下 我們的台灣之光 給我們創造了多少機會 讓你重壓布局 一路一路的慢慢買上去 完全沒有跌 到今天都是沒有跌 今天的大盤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大盤是不是跌破萬八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台灣之光沒有跌 還在哪裡 還在這邊震盪而已 很強勢 你再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 剛剛我給大家看的有沒有 脖子衝很高 一直衝衝衝 正文也是衝了一陣子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台灣之光 還沒衝直平的 那你去比較一下基本面的話 你看一下毛利率的部分 台灣之光毛利率是持續的向上 脖子的部分 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變化 正文甚至是有點收低的 那再看到營業利益利率的部分 營業利益利率 台灣之光是持續的向上 脖子呢 甚至是有點向下的 正文也是一樣 再看到最後稅後淨利率的部分 一樣 台灣之光持續的向上 脖子的部分呢 就持平稍微上漲一點點 正文還有向下的味道 所以我認為台灣之光這兩天 就有可能會發動向上 錯過前幾次進場佈局的 這幾天就是最好的機會 應該是明天喔 好所以呢 其實旁邊上很多老師都跟你講他 績效多好多好 真的難拿出的績效的 有幾個 我們就是拿一個拿出來 我們是上一季 經濟日報選鼓比賽的冠軍得主 上一季我們創造了65%的獲利 好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季呢這一季的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季的比賽 冠軍呢我們可以看到還是我 這一季的比賽冠軍次數最多的還是我 你看1月9號冠軍 2月6號冠軍也是我 2月20號冠軍也是我 6週的比賽有3週的州冠軍 是我的冠軍次數最多的人就是我 好這就是證明什麼專業跟實力嘛 所以你想要跟我一起重壓佈局 台灣之光 或者是你不知道長榮行有什麼 精準的進場點或出場點 讓我帶你一起去操作吧 我們就專心做好幾檔股票 絕對會怎樣 比起你東買點西買點來得更賺更多 所以我們會提供什麼 精準加碼重壓佈局的點位 正當的我也跟你講 不用擔心 我們而且是有進有出 剛剛的表格都給大家看過了 所以想要跟我們一起重壓佈局 長榮行或者是台灣之光的討論朋友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體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